第四章 耶稣受试探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他禁食四十就夜 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 对他说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着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 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又记着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 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都只给他看 对他说 你若苦福拜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 撒旦退去罢 因为经上记着说 当拜主你的上帝 但要侍奉他 于是 魔鬼来了耶稣 有天使来 有大光照耀 耶稣听见若汉下了监 就退到加利利去 后又离开那撒勒 往加白龙去 就住在那里 那地方靠海 在西部伦和那佛他利的边界上 这时要仍然先知以塞亚的话 说 西部伦地 那佛他利地 就是沿海的路 若但河外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坐在死瘾之地的人 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耶稣照四图 从那时候 耶稣就传起到来 说 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 看见弟兄二人 就是那清夫比德的西门 和他兄弟安得烈 在海里杀亡 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仁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捨了望 跟从了他 从那里往前走 又看见弟兄二人 就是西比泰的儿子 雅各 和他兄弟若汉 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 在船上保望 耶稣就招呼他们 他们立刻捨了船 别了父亲 跟从了耶稣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国会堂里教训人 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敘利亚 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 就是害各样疾病 各样疼痛的 和被鬼附的 癫症的 癱瘓的 都大了来 耶稣就自好了他们 当下 有许多人从加利利 底加坡利 耶路撒冷 犹太 若旦河外 来跟着他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